協調性 運力感 身體的力量在投球 要用協調性去投球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學院這支球隊他們的戰力 進步很多 就有機會拿下比較好的名次 這場比賽也把林恩偉排上來 二壘方向的滾地球 有點尖 球件不錯 差一點就形成一支內安打 我擊球跑得圓 就是打出去 那野手背圓一些壓力 場上的投球 要轉先發 所以看起來就是 可能大部分都選擇在國外打球 兩位總幹人都有在提到說要加強 保護以後就是 投手的續航力就 來扛第4棒 今天來擔任DH4的球員 就是說他們今年打完的話 可能只有五個是 就是有 這個球隊的戰力 就有可能一年級一年級的競爭 其實他們也曾經在103選領度的時候拿過亞軍 精采的手背演出 那個三壘邊線的滾地球啊 撲下去 要隊友彼此幫忙 他們預付賽加起來一共是三勝三敗一合 主審的好球帶也滿寬的 這個稍微不注意的話就拉掉 邊邊角角的球 你沒有出棒然後被判好球來三勝 郭志強這一棒受到了擠壓 形成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兩樣出局之後 大同技術學院這邊輪到的打者 是第7棒的陳仲彥 這個球又是一個右邊方向的飛球 這一回就是二雷手 8棒的捕手張文和 張文和今天也是進到部分做了一些調整 那另外也讓一些比較 來先發了就是說 有比較多的 張文和的球數兩好球兩塊球 就像郭里建復總院提到 他的控球是需要再加強再改善 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上不動都180175以上的生產 真的都這個手任何位置都很 我這幾年台灣職棒 我們從台灣職棒來觀察的話 可見台灣的球隊稍微少了一點 林宏遠這個球打成一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你要打棒球的出路就很窄 大同學院打線要來到 大學在努力棒球的銜接也做得很 比較有 比較思考說你是要直接去打直棒 還是要來念大學 要有準備 都是要有第二專場 預備了 所以這個 你大學教育當中就可以 教練哪有這麼容易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這場比賽兩位先放要上來打的呂昭慶 哇這個球 有棘手 硬是把這隻安打給沒收了 打得真的是滿不錯的 目前為止大同學院的唯一一位上來者 就是目前在 嗯 又是好 打者 頭就大了 一壘方向的滾地球 呂昭慶招到了 哇 比喻新生代的投手啊 就是說 用球的量 這個時間 這個都可以去 用量化來計算 林志榮今天在防守的部分 表現得相當精采 球就收工這樣 不行啊 三十球 球到兩百球 應該的 哦 一次的話就是 短局速的 差不多三十球 嗯哼 再來就是 那比賽來到五局下半 你要來看一下 大同學 林欣傑 哦好像 看起來就是 頭進去給你打 對 那你不打就是 比例真的還蠻高的 不過他確實 其實球的速度也夠了 目前的壓制力 還沒打出安打 變化學培育很多好投手 郭麗 他沒有辦法用文字來告訴你 這個球 打成了右邊方向的安打 兩位先發投手 不約而同 都是在第五局 被打了第一次安打 這個右邊方向的滾地球 配合了 打穿防線 自己要上壘 重一百多公斤了 右邊方向的滾地球 二壘手 攔截住之後 傳一壘 結束了 在這個半局大同學 上來代打 可以說是只有69球了 對 游擊方向的一個小飛球 同學這邊的手臂會做什麼樣的調整 手臂接殺 其實林恩偉第二打 又是一個左邊方向的飛球 這個飛球有守備的機會 遭到了 稍微往線邊移動 所以很容易掌握 很重 所以讓大同學院這邊的打者 打出反方向的球 因為只差球去日本 對 對 封擊點 那鍋裡 建福總教練 那顆只差球 在1992年八少爛奧奧運 讓日本對打者吃足了苦 第二打都 所以就是開南大學的先發投手林辛傑 前六局只被打出一隻安打 有五次的 今天大同學院的打者 打出去扎實的也不多 喂 結果才說完而已 這一棒打成了一隻 O把 右邊方上的滾地球 這滾地球被攔截住 對於海南大學來講 是有本錢的 跟換代打 就被害55號的蔡維帆 衣服的顏色也很像 這個設計的感覺 又到目前為止了 大同學院第一位打出安打的球員 這個球馬上考驗一下 正好也投了一個變化球 但是要避免被對手拿到 大局 快速球吧 沒錯是一個快速球 又來了 三塊球 哇而且這個球 虎手沒有辦法接進去啊 不要看那個爆頭 這很明顯的一個頭很偏